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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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后面 竟然躲过去了 按之前了解的 这些只是被山谷影响着通了周天的普通人 他们能够体会到气 观察到我的分身倒也不奇怪 不过就算体能会被加强 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个程度也太恐怖了点吧 在那些黑色的东西变成坏物之前 要尽快解决 金凤婆婆在另一个洞窟中 操控石子辅助王振球 对付一些反应能力不够的普通人也够了 有石子朝凯特的侧脸飞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还好 石子忽然停在了他的面前 那时走了过来 这里的猴子 越来越离谱了呀 念动力 王振球也注意到这边 几个分身同时靠近那时 扎农步伐飘逸 出拳迅猛 将过来的分身逐个击破 本内兵也对上了一个分身 可是子弹明明打中了 却无法阻止这个东西前进的步伐 写了 金属的子弹可打不烂他们 不管你动了什么手脚好像不太奏效啊巴莎 这里的环境和施术者都不理想 要是你们接受我的帮助 效果会大不一样 不通系统之间的能力者 在没有充分的了解与信任彼此之间 最好不要有能力上的合作 简单的说 我还不信任你满波小姐 你 没什么好惊讶的 你那趟的味道 我以前好像闻到了 至于这些飞来飞去的东西嘛 我也见过类似的 很明显在受人操纵着 这才是你带我们来的真正原因吧 你知道我们会遭遇能力者的攻击 刘明远和朱迪站在一起 他没有回话 面无表情地拉出脖子上挂着的柿囊 摸了一下 韦斯塔 你别后 扎弄洪达 咱们去看看 那时 八杀 你们看着其他人 剩下的人在开货厅聚落 不要走散 以利亚等人 还没有靠近王振球所在的洞窟 火焰裹挟着热浪滚袭来 洪达抢上前去鼓起双塞 重复了之前在桥上对付猴子的那一招 双方火势汹汹 但明显洪达更厉害 吞掉了对方的攻势不说 还冲了过去 王振球剑势不好 挥动孙悟空神阁的金箍霸 与之相抗亡 什么鬼 看 洪达在吐火 那几个人果然都是怪胎 这次冒险的所见 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 你说得对 你 你是这 我这几天 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一个黑人小哥 操着不慎流利的英语 想要与同伴分享自己所感 转头却发现 身边站着一个一头黑长发 拿着弓兵铲的女孩 宝宝见对方和自己搭话 反手一铲子砸下 反手一铲子砸下 然后很自然地 用英语回了一句 喂 咪你等 怎操 我以前也没见过你们 我以前也没见过你们